特朗普总统的当选对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促成了美元的显著上涨。 尽管许多观察者预期特朗普会倾向于实施弱美元政策,市场的实际反应却出乎意料地与这些预期相悖,这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在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中,黄金的表现日益受到关注,尽管黄金在过去一年取得了优异的表现,但近期出现的回调促使投资者重新思考其未来走势及可能的市场动荡。 节目中提到的报告与图表为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洞察。 通过对比历史数据,投资者得以更清晰地理解当前市场的变化,以及未来的可能趋势。 特朗普当选后,市场对美元的预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美元的强劲上涨反映出市场对未来经济政策的信心,尤其是在减税和放松管制的政策方面, 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关注,继而推动了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的实施,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 通过对其他国家商品征收关税,美元流向全球经济的供应减少, 从而提升了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价值。 美元的强势不仅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复苏,还彰显出全球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 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和经济增长预期的提高, 国际投资者愈发需要美元以便参与美国市场。 在美国本土建立工厂的趋势可能会重塑全球供应链的格局。 为减轻关税负担,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在美国境内生产。 这将有助于提升美国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 然而,尽管美国经济展现出优异的表现, 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问题仍然对美国经济构成了挑战。 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疲软, 可能影响全球市场的稳定性及美国的出口表现。 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的趋势与美国利率水平密切关联。 随着市场对加息预期的上升, 投资者对美元的需求增加, 进而推动美元汇率的进一步上涨。 在2022年,美元的相对强度曾达到80以上, 显示出强劲的上涨趋势。 然而,市场通常不会持续单向上涨, 因此出现回调的预期是合理的, 这在历史中屡见不鲜。 金价在2023年大幅上涨。 年初至选举前的涨幅达到36%。 然而,选举后的金价急剧下跌, 反映出投资者对未来市场的预期 以及对美元强势的反应。 市场对特朗普当选后的政策预期 显著影响了金价与美元之间的动态。 随着对经济政策预期的变化, 投资者可能更加倾向于投资股票而非黄金, 导致金价下跌。 商业短仓的历史数据表明, 2020年是最大的短仓时期, 当前的短仓规模接近历史第二高。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市场反应, 对黄金价格的走势产生影响。 黄金的相对强度指标, RSI, 已降至较低水平。 通常这一水平暗示着潜在买入机会。 市场参与者应关注这一指标, 以判断最佳入市时机。 白银在市场表现强劲, 技术面显示出支持位的形成。 白银价格的反弹与其短期内的市场情绪和技术图形密不可分, 值得投资者密切关注。 选举后, 市场的强劲反弹引发了对未来走势的高度关注。 尽管美元走强, 风险资产却未受到明显影响。 这指出市场内部可能存在一些不寻常的动态。 VIX的变化通常与市场情绪紧密联系。 在选举后, VIX的急剧下降与美元的上涨形成鲜明对比, 可能暗示市场对风险态度的变化。 在观察市场趋势时, 关注相对强度指标和随机指标至关重要。 这些技术指标的变化可能会显著影响投资决策, 尤其是在市场剧烈波动的情况下。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对特斯拉在中国的业务构成威胁。 鉴于中国是特斯拉的重要市场。 任何政策变化都可能影响公司的销售和利润。 如果埃隆、马斯克正式参与政府事务, 可能会引发利益冲突和公众争议。 这种情形可能会对他的企业决策产生影响, 从而对特斯拉的股价造成波动。 从长远来看,半导体行业在选举后可能会显现出投资机会。 市场波动为投资者提供了在适当时机进行短期交易的机会, 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环境中。